原则上你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因为心脏症磷而死 据说也是二战期间拿来做化学武器的东西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不沾锅 那么不沾锅呢真的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因为现代人为了健康跟热量的因素 通常会希望烹饪的时候油少一点 但是这样又很容易黏锅 那么现在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不沾锅都是所谓的铁芙蓉锅 但是有很多人说铁芙蓉锅其实是有毒的 我们今天会先讲为什么锅子会黏锅 再来我们会讲铁芙蓉锅是不是真的有毒呢 再来第三个 如果我们不想要用铁芙蓉锅 实际上我们可以有的替代选择是什么 那么今天这个影片会算是一个蛮hardcore的科学影片 但我会尽量讲的简单一点让大家明白 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 好首先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煎东西的时候会黏锅 这个部分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个 如果我们今天看一个锅子 虽然你看不到 但这个锅子的表面一定不是平整的 它上面一定会有很多凹槽或是一些刮痕 我们今天用最容易黏锅的鸡蛋来表示的话 这些鸡蛋其实很容易渗到这些凹槽里面 那因为它很难拿出来的关系 就会很容易黏住而焦掉 那除了这种物理性的因素之外 很多时候黏锅的原因还有一些化学因素 也就是说我们食物本身 跟锅子的表面产生了化学变化 其中一个例子是比较强力的供架件 比方说我们锅子上面的铁 跟鸡蛋里面蛋白质上面的硫 其实很容易生成供架件 那供架件其实是一个很强力的化学间接 所以它就会自动的黏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黏锅 那除了像这种强力的供架件之外 有的时候还有所谓的凡德瓦利 凡德瓦利本来理论上是一个很弱的化学间 它跟分子之间的电子云互动是有点关系的 那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么详细 简单来讲凡德瓦利如果表面变粗糙的话 很容易增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锅子 你刚买回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光滑很好用 用个几次它表面不再那么的平顺之后 你就会觉得它突然间变成黏锅了 这个现象在那种法郎锅上面很常见 法郎锅都是一买回来的时候很好用 之后马上就变得很黏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凡德瓦利增强了 那我们今天不要讲那么详细 只要记得说食物本身跟锅子之间 有供架件、凡德瓦利 还有物理性的凹槽这些因素 导致我们黏锅就好 那为什么我们用油的时候 锅子就不会黏了呢 因为油可以形成一个保护膜 特别是比较热的油 它可以很均匀的分布在锅子的表面 填补了凹槽也阻止了锅子本身跟食物接触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生成化学键 你也没有办法卡在凹槽里 自然就不会黏住了 那么像这样的铁芙龙锅 之所以可以变成不粘锅的原因 就是因为铁芙龙像是一层油一样 铺在锅子的表面 所以它一样可以避免食物跟锅子直接的接触 那么铁芙龙锅的结构通常是长这样的 它一开始呢 是一个表面非常凹凸不平的锅子 因为这样铁芙龙才比较容易附着上去 不然铁芙龙是一个很不沾的材料 它是黏不上锅子的 所以铁芙龙锅制造的过程 一定要把锅子磨得非常的不均匀 然后铺上一层铁芙龙 铁芙龙本身呢 是一个碳跟两个浮的聚合物 那么这个东西的特性呢 因为碳浮件是这个世界上所知道 最强力的供价件之一 所以简单来讲呢 碳跟浮他们两个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 如果今天他们都是一个这么要好的好朋友了 他们就没有兴趣跟别人相处 这就是为什么铁芙龙锅不会跟任何东西做反应 所以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水分子靠近的铁芙龙锅 碳原子跟浮原子就会觉得说 我们两个很要好 我们根本不想要跟你好 所以水分子是没有办法靠近的 这就是为什么铁芙龙锅可以成为一个不沾锅 但是呢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充分的证据显示 铁芙龙锅真的是蛮毒的 比方说去年有一个很红的电影叫做Dog Waters 这个电影呢原理上就是在讲铁芙龙锅生产的过程 是如何让它附近的小镇 畸形的畸形死亡的死亡得癌症的得癌症 也就是说铁芙龙锅生的很毒啊 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 它有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铁芙龙锅生产的过程中 会有一个东西叫做PFOA 那你看这个PFOA的结构式跟铁芙龙锅是有点类似的吧 也就是说铁芙龙锅其实可以说是PFOA聚合而成的东西 那因为PFOA实在是太毒了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forever chemical 意思就是说它永远没有办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所以一旦PFOA进入到你的身体里 原则上你就跟它相处了一辈子 你再也没有办法离开它 那因为PFOA实在是太毒了 所以大概在80年代附近开始就慢慢的越来越少用 后来改用了PFOA 反正也是个长得差不多的东西 那后来发现PFOA其实也很毒 所以现在也用别的东西去代替了 我是有点查不到现在用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你看这个铁芙龙锅跟这个PFOA结构式 真的长得非常的像吧 也就是说呢你今天使用铁芙龙锅 它一定或多或少会有点PFOA的杂质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无用置疑的 所以一般而言呢我们都会说铁芙龙锅千万不能够加热过热 一般会认定你必须要在260度C以下的温度 我们烹饪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超过这个温度的 一旦超过了260度这个温度 铁芙龙锅就会释放出各种不同的毒气 那我们这边举例四个最可怕的来讲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PFOA 这个在电影里面有提到 再第二个呢是半导体积的人人文之色变的氢浮酸 氢浮酸呢如果你在半导体工作你应该会知道 如果你真的不容易接受到氢浮酸 不管接受到多稀微、多少量 你一定要立刻抹可以消除的药膏 然后送急诊 因为氢浮酸进入人体之后会产生连锁反应 所以如果你没有立刻抹一些消除用的药膏 原则上你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因为心脏症软而死 下面这另外两个蒸汽呢 据说也是二战期间拿来做化学武器的东西 所以铁芙笼锅如果过热真的是蛮毒的 虽然呢现在是没有例子说因为用了铁芙笼锅而死掉的 但是呢有一个常见的病例叫做铁芙笼蒸汽症候群 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敢把铁芙笼锅弄得过热 然后吸的久了就会觉得头晕晕眩想吐 那原来你就是吸进了微量的可以致死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铁芙笼锅是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红点的 对不对 那厂商当然都是讲的非常的好听 就是说一旦你这个红点亮了就是你锅子够热可以煮饭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呢一旦这个红点亮了不要再加热了 再加热要释放出毒气了 好那么如果铁芙笼锅真的这么毒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像铁芙笼锅一样好用 但是没有这么毒的呢?答案当然是没有啊 因为从1980年代开始就已经知道铁芙笼有很剧烈的毒素了 如果有这么好用的东西化学品公司早就发明出来卖给你了呀 那之所以现在铁芙笼锅还是成为市场上的主流 就是很务实面的来讲铁芙笼真的很好用 而且呢它其实不只存在于不沾锅上面 很多那种防水的外套上面那些涂料其实也是铁芙笼 但因为那些涂料你不会拿来加热 所以原则上你是没有什么安全上的疑虑的 只有在锅子上的铁芙笼真的比较危险一点 如果呢你真的很想要一个不沾锅 但是不是铁芙笼锅的 我真心诚意的建议你养一个黑色的Lodge铸铁锅 这种黑色的铸铁锅呢如果你养得好 真的是可以油光水滑非常的不沾 但是你养锅的时候需要很强力的吹油烟机 详细的情况呢我在铸铁锅的影片里面是有讲的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 那因为铁芙笼锅呢实在是太毒了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推荐像这种陶瓷锅 或是所谓的法郎锅 那这个呢是Neoflame的肩锅 我在铸铁锅的影片里面也有提过 我在铸铁锅的影片里面推荐Neoflame 是以纯粹的热容量跟热传导的方向来推荐的 但是其实它的表面真的没有非常的不沾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锅子本身里面已经非常的脏了 它真的是黏到一个不行 这个原因呢是因为陶瓷锅或者是法郎锅 它上面的箭节主要是细仰箭 细仰箭并不像碳符箭一样 是个那么强力的箭节 也就是说呢 它们两个之间没有那么要好 所以今天有水要来 它们是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做做朋友 所以呢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那么的不沾 好那么如果我不想要买这种黑色铸铁锅 可是我又希望我的锅子不要那么黏的话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有的这个东西叫做莱登福斯特效应 好那么在讲莱登福斯特效应之前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我在台湾的家呢 我阿嬷用的锅呢 是一个已经三四十年的老锅 还是一样非常的不沾 非常的好用 整个把柄都已经裂掉了 我阿嬷就自己用胶带什么的缠一缠 却还是非常的好用 到底是什么锅这么厉害呢 就是个单纯的白铁锅 那个白铁锅呢 真的就是我妈在一个乡下的五金行 随便买的杂牌锅 真的不是什么多厉害的锅子 那为什么她用了三四十年 还可以这么的不沾呢 就是因为我阿嬷知道 锅子一定要到非常非常的热 才可以放食材下去 不然的话一定会沾锅 莱登福斯特效应讲简单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热的表面 然后有一个水滴滴上去了 这个水的底部就会立刻的被挥发掉 所以它因为下面有很多挥发掉的水蒸气的关系 这个水滴就会很类似浮在这个热的表面上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一个水滴滴进锅子里 这个水滴是不会立刻的挥发掉的 因为它跟锅子表面其实没有直接的接触 那么这个东西的原理呢 还有一些在寝绳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人可以刺脚跑在煤炭上 对不对都不会烫 其实也是类似的原理 他们就是利用一个很热的表面 有一个湿湿的东西 下面可以浮着一层水蒸气作为保护层 所以实际上是没有跟这个表面做直接的接触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 在一个很热的锅子上面煎鸡蛋 鸡蛋理论上就可以稍微悬浮在这个锅子的上面 自然也就不会黏锅了 但是呢说是这样说啦 其实坦白说还是没有不沾锅好用的 我这个锅子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黏锅 所以我就尝试把它加的很热 做了莱登辐色效应 水滴是可以悬浮 但是蛋还是会黏锅啊 虽然说讲的非常非常实在的话 这个锅子如果加到很热 的确是有比较不黏 可是如果你要说它比这个铁芙蓉锅还要不沾 这真的是没有的事情 铁芙蓉锅还是好用 太多太多了 那除了锅子要够热才能够下食物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诀窍 就是你东西不要太常翻面 有一定比例的食物 比方说像是鱼肉或者是蛋 这些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东西 虽然说你一开始煎的时候 你会感觉说它黏在锅子上 可是其实等到它够热的时候 它会从锅子上面掉下来的 这个可能的原因呢 是因为当食物够热的时候 食物上面的化学分子 有足够的能量可以破坏已经生成的化学键 也就是说它虽然说本来已经黏锅了 但是如果够热它就可以挣脱出来 所以就不黏了 但是这个原理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而且通常只适用于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 如果是蔬菜几乎都是糖分的话 烧焦了就是烧焦了 但是肉类如果一开始黏锅 你感觉还没有闻到很焦的焦味的话 继续烧一会儿 多半等一下是会掉下来的喔 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说结论的地方了 这个世界上就我所知 真的是没有什么比铁夫龙锅更好用的了 但是坦白说 这次查完资料 我也觉得铁夫龙锅真的是有点可怕 真的是有点太毒了 要知道我身为一个做化学的人 其实是非常的不害怕化学物的 我们做化学的人才会说 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致癌物 这是真的 你不管买什么chemical都会说致癌 所以通常我们是不太在意 但是查完这个铁夫龙锅的毒性之后 我真的是怕怕的 虽然很多人说呢 250度C以下理论上铁夫龙锅是非常安全 但是我在PPSU的影片里面也有说过 你要说它没有任何微量的东西释放出来 我也不是非常的相信 虽然说这个量可能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你短期内是不会看到任何的影响 那我们身为体重比较重的大人 偶尔使用铁夫龙锅 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伤害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孕妇 如果你家有很小的小朋友 最好还是避免使用铁夫龙锅比较好 如果你勤劳又有强力的吹油烟机 我强力建议你养一个好用的铸铁锅 但是如果你不想养锅的话 我真心的觉得我阿嬷的那个白铁锅 还是真的很不错的 随便买一个耐磨的不锈钢锅 锅子够热了之后才放食材 其实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达到不沾的效果的 好那我们就就到这边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麻烦订阅我的频道 帮我按赞转发 给我一点鼓励继续往下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